你好 歡迎收看6月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魯惠 花蓮縣在今天新增了1019位的確診 縣政府表示端午連續假期 花蓮全縣還有37家診所 提供鄉親視訊診療服務 而6月6號請將免備發放110學年高中以下學生 每個人有4劑快篩試劑 讓學生可以隨時檢測自我健康狀況 花蓮縣4日新增1019例確診個案 適逢端午連假 全縣仍有37家診所提供視訊診療 花蓮刺激醫院多功能篩檢站也同樣提供服務 協助有需求的鄉親就近就醫 另外6月6日週一起 免費提供110學年度畢業生 在學高 國中小和五專前三年學生 每人4劑家用快篩試劑 由中華郵政陸續劑打學校 還請家長和學生留意 可以看到我們的初五比喻科 下班的比喻科 還有彭富坦 何一軍 和玉姬的神經外科附件診所 幾乎每天都是上午 下午 晚上都有開 讓我們的鄉親可以來利用 紅金診所也是上下午 晚上都有在開 還有吉安鄉 還有在秀林鄉的部分有原鄉診所 跟崇星診所 在鳳林的部分還有馬納診所 萬樓鄉有哈米星診所 光復鄉有夜日聲診所 今天都有在開業 都有在營業 瑞稅跟玉林的部分也有些診所 尤其是禮安診所 每天都有一些開業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鄉親可以來利用 需要去做快篩羊的確認 以及取藥或是做PCR檢查 可以到我們實際的多功能習慣篩檢站 主要發放的對象呢 是針對我們目前在學的高中 國中 國小 還有五專前三年級的一個學生 那也包含了今年度的應屆畢業生 那會免費發放每個人試劑的快篩試劑 那這時間呢 會從禮拜一 6月6號開始 那直接有中央 透過中央 中華郵政 直接會寄達到各個學校 那學生領取的時間呢 會是在返校進行實體課程的時候 會同意由學校進行發放 那如果是應接畢業生 已經畢業離開學校部分 那也可以回原來的學校去進行領取 那領取的時間呢 是沒有限制的 那這最主要是中央針對 我們高中 國中 國小 還有五專前三年的一個學生 免費發放每人試劑的一個 快篩試劑的一個訊息 我們要去講解的 我們要去講解的 最新的一部分 我們要去講解的 我們要去講解的